大家好,來到宏觀科技hashtag的時間 今天我也想講講李克強前總理過了新的事件 主要從經濟角度去講 究竟他出事後去哪間醫院 這個就不是討論範圍之內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分析 都覺得說出來都是很難有個結論 但是經濟方面過去他在任的時間 就比較容易去講 因為都發生了第一 第二就是有些客觀的指標可以說 所以這次的集就少講一些政治 多數都講回經濟 究竟是李克強前總理 任何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主要就是 但是幾件事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那股市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其實都是差不了多少 如果在A股方面 我相信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先分享一下 環球股市的話 這個星期就是央行的一個意識的時間 零儲局和日本央行 好像都出了消息 就是Nikkei的新聞 就說應該YCC可能是會改變的 這個八個小時之前的新聞 多數就在意識之前 就放了一些封 就說應該有機會 就是YCC會推回去 上去的10元債 又可以超過1厘 所以Yen其實就弱了一點 去回149邊 最近Yen就弱了一點 去回149點11的情況 多數就弱了一點 就在106以下 股市也沒有太大的變幅 A股就上回3000點 大約這樣 拿回Summer網的一些招式 中央就超過18小時之後 就發了負文 更緊密的團結 就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發生 那就 庫民六處就是提及了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就說 李克強在不同的時間 都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 就處理不同的事務 而今年3月卸任之後 都還是堅決維持 維護和支持 這個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 呼籲更加 大家應該是要 死了之後的話 都是更加要緊密地團結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多了很多不同的消息 都看到不同的新聞 包括安徽就是李克強的故居的省份 在他故居的門口 或者在鄭州的街頭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出來悼念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首歌 就是梁靜瑜一首《情歌》 不止這次應該是江澤民死的時候 很多人都播了這首歌 那時候都說是禁錄過 不知道禁錄過後有沒有放寬 但最近又是變回禁錄過 就變成了一個詛咒 都挺誇張 因為在香港方面 看到你時頭浦那時候過生 就在英國領事館 或者在英國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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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就有很多花海 但是也有很多警察 去注視這些情況 就不讓人民去集中 或者聚集 但是在安徽方面 就看不到很多一些報道 或者一些影片 但是起碼看這些照片的話 那些花海的情況 都比市頭浦更誇張 外界其實就對李克強 整體來說有一個好評論 例如法國的《世界報》就是 謙虛、改革派、自由主義者 沒有實權但有人氣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很多的之前的 國內的一些社會事件 都是在某些領導人 就是過了生之後就發生 所以這次都是非常小心的 說是要說 因為如果不說 就是不報導這件新聞的話 那些人就說 你這麼冷酷無情的 一個領導人過了生 你都不報導 但是在看到一個報導方面 就是報導幾長時間 以及在官方的一些報章 放什麼版位的話 大家都猜得到 就是都知道到 究竟是 就是中英方面 對這個李克強總理過了生之後 那個事件是想怎麼處理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辦法 周恩來 周恩來總理死的時候 民眾十里長 街宋總理 民眾很多都看到是非常受慮 那當然是沒有這麼誇張 就是事頭國在那時候 倫敦那時候這麼長 因為這裡沒有控制的 但是如果可能 國內是給自由 這樣去做的話 那應該可能 都會有機會 很長 那很多人都覺得很意外 就這樣撤死 那民眾就哭出 說人民好總理 那但是此總理 就非彼總理 那 沒了前者的光環 那他多了一層性的厚度 那沒有辦法 那覺得就是 整體的人都覺得 就是李克強雖然是有個領導才能 但是就沒有這麼機會去呈現 那但是就 演出一些人性 那 譬如 再高高再上 那去到街頭的時候 都會問回一些攤檔 就說 究竟你的情況怎麼樣 那譬如 就是訪日時間 安普俊三 笑談時的無忌 或者不同的情況 都覺得是比較人性化一點 那整個情況 那 就 中共當然 就是由毛澤東方面 到現在 就出了很多不同的總理 最高領導人 就是 毛澤東 鄧小平 華國鋒 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去到現在 都已經過了幾代 那中間就是 有周恩來 華國鋒 趙紫陽 李鵬 朱鎔基 溫家寶 你問我 很多時候 因為那個架構的問題 總理方面 始終都是比較多些 是處理經濟方面 那 我比較熟悉一些 或者最敬佩的當然都是 朱鎔基總理 那現在他還在生 那他 那他 就是當時是處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 或者帶中國 入去世貿 簽了世貿的協議 就是 將中國 變成一個 就是世界工廠 導致到 就是全部 很多的 中國人 都是就是 從貧困方面 可以走出來 當然現在還有很多貧困問題 但是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好的經濟政策 就是 當時是 經濟核方面 最吊詭就是 怎樣是在 那個通縮的情況之下 跟著都是可以 就是 令到 經濟可以 就是增長 這個是很難很難做得到 那 在他在任之前 就是那個經濟 其實很難 節省 就是 在八九 民運之後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就是 那時候的通脹很厲害 導致到 有一個社會的問題出來 那但是 朱鎔基就 自己 除了做總理之外 再做那個 就是 人民銀行的行長 那很少是這樣 因為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 一些官員 就是 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銀行 任何銀行 或者一個central bank 都是一個官員 所謂的一個官員 但是就是 很多時候都會叫做 有些獨立 或者有牆 隔在中間 那譬如美國方面 就 雖然 議會去選回聯儲局的主席 但是 就是 很多時候 除了特朗普那時候 當然是 比較奇怪一些 特別一些 但是很多時候 總統都很少會出聲 去說 或者勸喻那個聯儲局 主席要做些什麼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 就是 Invisible war 那當然最奇怪 另一方面 就是 土耳其方面 就是 直接去換行長 等等 或者 委任一些 自己相熟的 一些親戚去做 也是相當奇怪 但是 到了今次 就是 習大大都有去過 就是 中央銀行 人民銀行 去看監視 或者去 不是監視 就是開會 或者監察 都是很奇怪的事件 那就是 最敬佩最敬佩 都是 朱鴻其總理 那 最記得就是 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都說 如果香港經濟 或者出問題的話 領導人自己 都是有個責任 就是 聽回來 都覺得是 好的感覺 那麼 到了 溫家寶 當然就是一個 影帝 就是 有時候做的事 是過多了 那麼 就覺得是 好像 做戲 或者說話說得很長 還有 經常用些詩詞去 就是 抒發自己的感情 可以有很多 不同演繹的方法 但是 都是偏向是 開明一點 大家都最記得就是 他那時候陪同趙紫陽 就是 去 下去 這個 天安門 去訪問一些 或者探訪一些 學生 這個都是 大家都一定還記得這個畫面 那麼 去到李克強 overall 來說 就 當然他 在這麼大的經濟體系 其實 懂經濟和不懂經濟都很重要 那麼 這麼大的國家 其實就是 不要說就是這麼大的國家 你處理香港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經濟 有時候 政策做得不好的時候 可能都會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麼 在 中國 都叫做還是一個 發展中的國家 那麼 或者 那時候其實我都和雷總 都有一些 就是 看法有點不同 那麼 初時 可能隔幾年之前 我都說 哇 經濟 就是中國經濟開始是 就是放慢 但是雷總 那時候很多時候都說 喂 你的基數已經是大了的時候 那麼 逼不得已 那個經濟一定是會 就是慢了 增長 就是 我當然知道這個是數學問題 就是 當你的基數就是 增加了 那麼 你的增長幅度一定是小了 絕對明白 就是 到了 就是做到一個 經濟的改革 就是入了世貿 或者是 人口的紅利可以是 就是 發揮到出來 就是 令到就是中國經濟上升了之後 還有很多東西是可以 就是做得到 再保持著那個經濟增長 可以 另一個爆發點可以增長 包括就是 可能 由這個工業 升到去一個服務業的一個 就是經濟 但是 再你看回 現在 譬如美國 都是一個知識型的經濟 讓它繼續增長 那麼 很多經濟政策 或者很多的一些 社會政策 還是可以 拆長鬆綁 多一些 譬如 上兩三個月 總也有提過 就是 一些戶口的制度 如果真的舒緩出來 我不知道短時間之內 如果舒緩的話 就是 當然 我覺得很少機會 會這樣放鬆 但是如果放鬆了 究竟是 即是立刻對經濟好 還是不好 我都 有點難說 但整體的長遠來說 是好些 應該是會比較 因為我相信的經濟學 都是一個市場經濟學 就是 都是鼓勵一個 大事長小經濟 那麼 在朱鎔基的時候 當然是 一個 國 退民進 那個情況 但是 去到 新的人 就是 這一代的經濟 或者一個領導人 就是 另一個看法 就是 國進民退 很可惜 很多時候 發展到經濟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 竅門 整體都是以市場為主 當然我又不太贊成 即那個時候波蘭孔 critic 是 即是 很短暫之內 就馬上肯定到整個經濟系 寥寬了 這導致了很多 不同的問題 包括一些群帶 為什麼 因為 你多數是 但 陳鎔基當時 就算是將國企,就算不是賣出一些國企,就變成一個上市公司 都是令到問責性增加 但很多時候去到一個,尤其是共產國家去到一個禁市場化的時候 又是去到一些核心的問題 這個都不是只是中國的問題 其實越南都有這樣的問題 最近這一兩年,雖然是和美國友好了 或者是走多了一個市場經濟的情況 但又是去到一些問題 究竟是如果再開放的時候 可能導致自己的黨未必是可以維持到自己的一個控制 或者領導國家的 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很多時候就會縮回 導致經濟可能是未必可以繼續這樣增長 沒有什麼辦法 所以就是本身這個我覺得李克強 雖然之前都是經常說有個李克強的經濟學 很多時候大家形容一些西方傳媒都說受制爪的一些溫和的改革派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偏向溫和的改革派 但是去到一個很大的改革派我覺得一定不是 他也是很循規到改革派去做事 相信他也是以中央的領導人來說 他的英文也是相當不錯的 他的學歷都是一個比較 真的自己讀出來的學歷 而不是一個官方或者沒有民建聯的議員買回來的學位 那些就另計 一個英文流利的一個經濟學博士 和太太 太太都是讀一個英文 所以好像說經常都和太太都是用英文去溝通等等 都是不少的一些報道 另一方面就是原來他也是有參與過一些 寫過一些文在一個經濟學人裏面 中英文也應該有寫過 寫了一篇文就是China's Economic Blueprint 就是一個中國經濟的藍本 那時候應該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週年的紀念 所以就是經濟學人裏面都寫了一篇文 那在2016年都交了成差不多七年八年左右 那很多時候都是說了不同的一些 過世的經濟問題 那這篇文其實都是寫得不錯的 那但是都有利有弊的 那譬如有些印象最深刻就是譬如暴力救市 那當時就是出現的問題引答誰先 突然很多人沽空這個故事 那大家記得當時是整個提倡就說 中國的經濟第二大體系的話 那見到美國股市其實有升了很多 每每每其實是中國經濟都可以慢慢的 其實都是有一個誘因 因為就是在中國那個問題就是 印了很多錢出來或者借了很多錢出來 那很多時候的錢都走了去一個房地產 那都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會流入股市 那當然出現很多問題 譬如有很多insider的information 監管方面是做得不好的 導致到可能那些人對股市的信心比較小 那但是你那時候是感覺到那個 當局是想引入一些資金或者一些油資 是放進股市 希望股市都可以吸收了不少的資金 那所以有意無意 譬如減薪花稅 或者在一些官門裏面 都是有意無意 是想鼓勵多些人民去投資股票 突然但是就是應該有些大惡沽空 那所以就導致了整個大家的股市 就是砌上去之後 然後突然就沽了下去 那時候就是出現了這個名詞 就叫做暴力救市 那當時的政府應該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那所以就李克強就聯同央行 證監、銀監、保監、國資委、財政保 連化17度金牌 就是開始了一場前所未見的國家級的救市行動 那基本上就是 我想所有股票機都不能賣那個 銷售的一個按鈕 就是說笑這樣說 譬如逼一些公司回購 不可以賣等等等等 或者停了一些IPO等等等等 那都很誇張 那就是嚴查惡意做空的人 那無產階級專制的鐵拳威逼之下 那空軍就節節擺退 那就是相當誇張 那當然你說可以暴力這樣 去有意無意地沽空 但是整個市場 大家也聽過雷總說 沽空都是一個優惠的問題 那但是可能又採用了少許的系統 導致整個市場就掉下來 那之後從此就很少再有個心機 或者有個努力 希望是可以把一些油資放回去 如果這個計劃是成功的話 可能是部分地解決了現在的房地產 那個泡沫不要那麼大 你說是否全面地解決就一定不會 就是因為你炒高了股市 可能股市更加容易爆破 因為股市每天都有那個報價 你的樓市都可能未必有 但是可能部分可以解決得到吸收了一些資金 但是最後是不成功 就是他們對金融的了解都是比較小 那最後就是一個盤改貨幣化的政策的時間 那之前我標記了一個支付 說回盤改的內容 但是現在都好像禁止了都很誇張 那時候盤改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舊區重建 去給錢利的一個做法 那有意無意其實也是把房地產又提高了 那所以你說現在那個房地產的問題 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就是當時你在强中 是不是有少了責任的呢 不出奇我覺得可能有點責任 那這個期間的話 就徵收補償 採取實物安置和金錢補償的並重措施 由被迫遷人自願選擇 就是你究竟是要樓還是要錢的話 你自己選擇 其中的實體安置 主要就是透過建造新的房子方式 就是拆房還房子這種方式 就是過渡期就較長 所以就增加了人員的安置費用 那因為有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舊區都要重建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譬如廣州 我這間還不知道有沒有 那時候其實就有一個地方 在廣州的市中心中間 就是有一些 有區是稜色舊區 都是稜色舊區 缸稜色的那裡是特別舊 然後沒有重建 廣州方面很難迫到別人 放火或者是田水斷糧 就比較難 在那裡有一個舊區 但是不知道這間會有沒有解決到 那時候這個盤貴方案就導致多了很多不同的資金出來 那些人拿了錢的話就再去買樓 那時候就是最後一個房地產的泡沫升得很快的階段 這個可能導致深化了現在的泡沫的問題 時間夠了,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的支持,今個星期我就去美國了 可能和大家再做節目,謝謝,拜拜